2012立委選舉比起2008年 二零一二年的立委選舉 比起2008年來說 出現更多實力相當的對手加入戰局 在這一次除了獨立參選的邱文森以外 國民黨提名兩人 分別是想要爭取連任的孔文吉 和簡東銘 五黨團結聯盟派出 想要爭取連任的高金素媒 原本支持高金素媒的瓦利斯貝林 接受親民黨徵召也要出來選 民進黨則是派出強調具有法學背景 已經長年在屏東縣政府擔任 原名處長的曾志勇角族 雖然有六個人參選 不過卻只有三個族群的候選人出現 孔文吉 高金素媒 邱文森 都是泰雅族 除了瓦利斯貝林 已經從泰雅族 恢復族別為賽德克族之外 簡東銘 曾志勇都是來自屏東的排灣族 到底選民會不會依據族別 挑選候選人呢 不管什麼族 我要說會做事的人 也有人提到除了會做事 如果真的有會做事 而且跟自己同族的候選人出現 會優先選擇跟自己同族群的候選人 如果說你是本身跟候選人是排灣族 如果看看二零零八年以排灣族人口居多的原住民族鄉鎮 排灣族的簡東銘平均獲得百分之六十二點零三的得票率 當年第二高票的孔文籍在這些地區只得到百分之五點五一 具有泰雅族協同的高金素媒第三高票當選 也只獲得百分之一三點零七的得票率 排灣族的候選人在排灣族選區 幾乎出現壓倒性的勝利 不過在二零一二年 屏東排灣族地區出現關鍵性的轉折 以民進黨身份參選的曾志勇 擔任屏東縣原民局長多年 不但擁有行政資源在屏東北區擁有教會家族人脈 原本追求連任的簡東銘選前傳出會選民遭到檢調調查 雖然召開記者會希望澄清選民的疑慮 不過競選幹部服選的動作恐怕從此以後相對投手 曾志勇的出現有沒有可能分散原有簡東銘勢力 瓜分排灣族的選票 那他因為曾志勇本身是排灣族 所以對簡東銘的影響是殺傷力是很大的 因為如果簡東銘一個人參選的話 他可以喊排灣族大團結 可是現在曾志勇出來他就不能喊 因為有局限 如果再看看泰雅族 塞德克族 泰魯閣族人口密集分布的台灣中北部 原本在二零零八年 孔文集在泰雅族選舉人口較多的 人愛 信義 秀林跟堅實鄉平均得票率百分之三十五點七六 高金素媒也有百分之三十一點六九 很明顯的排灣族的簡東銘得票率少之又少 是百分之一點九八 不過在這一次曾經也具有泰雅族身份 後來證明為塞德克族的瓦利斯貝林加入戰局 學者預估可能就會重新分配政治版圖 瓦利斯其實他很厲害 他還是有他一定的那個親和力跟經營的人脈 而且他也當過園民會主委 所以他的票一定某種程度一定會拉一些比較屬於孔文集的票員 因為他們都是塞德克 也都是仁愛鄉的候選人 台灣的政治制度還沒有發展出族群代表制 二零一二年全國十四個原住民族選民只能選出六席立委 許多選民必須投給跟自己不同族群的立委候選人 年輕的首投族認為只要選會做事的人就好 族群並不重要 不過對常年擁有相同投票習慣的選民 還是傾向選擇投票跟自己相同族群的候選人 接著阿里那改修論五六台北市採訪報導 每年上大家 GIS 你不見不見道 你不見タ北市長 你不見CL